这个疫情是改变人类历史的 我认为这个世界在出现更快的速度 向中国倾斜 向社会主义倾斜 那么现在证明这个判断 基本战斗就讲的 就是美国此时此刻更加有趣于我们 这个大的判断 上疫情之后 我记得拜登还在竞选的时候 我们就讲了 他提几个问题 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的疫情危机 美国的气候变化危机 还有种族矛盾 种族矛盾我们解决不了 其他三个都要中国配合 是你有求于我 我们当时我们明确得出结论 我们说力量平衡开始出现变化了 这次更明显了 一个是内部的通货膨胀 一个是这么高的内部的债务问题 这问题都需要中国 一个大国的关键的改善或者帮助 一定是要有一个大的氛围的 这氛围要友好 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合作 互相帮助 否则是很难 美国有求于我 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这个市场太大 没有中国市场 美国的未来也是很可怕 中国的财政能力太强 能够买美国国债的 是中国 美国陷入这个债务的危机 肯定是出不来的 这个债务越滚越大 它利息都还不起 不要说本钱 所以这个困境是一个死胡同 赚不出来的 它不求中国 没人帮忙 世界上没有人帮忙 日本债务 国内的债务也很高 是两倍的GDP 欧洲也是债务很高 其他穷国更不可能 那是发达国家 没人帮他 穷国没人帮他 谁帮他 所以这是美国这个 有求于我的这个 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 但他在意识形态上 在地缘政治上 又把中国认定是最大的对手 他最大的困难 要找最大的对手来解决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矛盾 特别是现在的情况下 有求于中国的话 他说不出来 但是又不能不求 下面一步看他怎么走了 我是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他至少要 你像简单说 孟晚舟放了 把孟晚舟放了 至少是一个信号 是个信号